大年初五财神志,福禄春风尽万家 大年初五是中国民间迎财神的日子 但是今年呢,巧也不巧 这一天刚好是杨丽的2月14情人节 那么在这一天,你是会选择去拜财神迎一年的财运呢? 还是选择和你心中的那个他一起度过甜蜜的一天? 在年夜饭上,你有没有被问到过一个经典的问题? 你有对象吗? 如果没有,那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因为单身贵族不需要纠结 你已经可以欢天喜地准备赢财神了 但如果你有对象,但又想赢财运 那你该如何选择呢? 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概率模型来帮你分析下这个问题 首先呢,我们假设陪对象和拜财神是两个独立事件 那么如果今天只是情人节 你想到要和心中的他度过一个甜蜜的节日就觉得无比幸福 那你可能有十五八九就去找对象了 这个时候我们假设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90% 也就是说你不去找对象的概率只有10% 而当你想到你前段时间你的同学都结婚了 你一年的劳动成果都化作了份子钱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是去拜拜财神更靠谱 这时候你可能八成就去拜财神了 此时你拜财神的概率是80% 不拜的概率只有20% 但是今天情人节和赢财神刚好是同一天 那我们就要请出概率当中的惩罚公式 就可以简单的计算出这几种情况的概率 可以看出作为成年人 其实你内心深处是想全都要的 很可能你会带着对象一起去赢财神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假设 过情人节和拜财神是两个互斥的活动 比如你要陪对象就要一整天 所以必须二选其一 同时假设你是一个很珍惜节日的人 不会选择在家躺一天一定要做点什么 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的概率总和是一 此时再计算就可以得出 在迎财神和情人节是同一天的情况下 你大约有70%的概率去过情人节 而只有30%的概率去拜财神 当然了如果还有其他条件 比如春节期间电影院人满为患 约会体验不佳 或者你的家人要求你一起去拜财神 等等 那我们也可以增加这些条件 用条件概率的相关知识 来扩充我们的概率模型 从而让它更完整 以上就是概率论一个最简单的应用 这种以事件和概率为基础 形成的数学分支 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其自身也在不断发展 那么基于你的实践情况 你赋予自己过情人节和赢财神 这两件事情的概率分别是多少呢 最后由衷地祝愿大家情场得意 前途也喜迎春风 最后衷地祝愿大家订阅